萬葉, 我問問你 上次那位主角, 薛斯老師 除了演員之外, 還有甚麼身份呢 教導演員的老師 那我又問問你 這次那位主角 跟上次薛斯老師有甚麼相似的地方 兩個都是優秀的演員 還有一個香港舞台劇獎 配角獎、主角獎 還有兩個都只有聲音 甚麼 即是他們很懂得善用 她的漂亮聲音來工作 我看到黃偉, 我先去找她 我看到黃偉 我們的特別嘉賓就是… 不是, 是特別主角 就是黃偉 嗨, 大家好 我們是否預備了一些東西去問黃偉 對, 問黃偉之前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地方 我們今天來到尖沙咀海港城 一個新派韓式餐廳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桌上有些很熟悉的韓式食物 炸雞 但亦有些是韓式餐廳 因為它是融合 希望大家一邊聊天時一邊吃 會很開心 好, 說起問題的話 又是我們的熱門環節 就是心理測驗還是無聊IQ題 你選擇 心理測驗, 因為IQ題我怕恐慌我回答不到 沒有IQ, 讓人知道嗎 沒有IQ 好, 我們就看看心理上是怎樣 看不看得到黃偉 沒錯 我們今次的心理測驗是關於聲音的 來測試你是屬於哪一類型的老闆 好, 問題是你也是一個老闆 對, 所以就測試一下你 是嗎? 對 問題是有一群小朋友要聽故事 你覺得扮演哪一類型的聲音 最容易吸引到他們 A, 就是樂器的聲音 B, 鬼叫很淒厲的聲音 C, 卡通很可愛的聲音 D, 動物嘩的聲音 只有四款選擇吧 對, 四款 對, 這樣懂得回答吧 當然是很可愛的卡通聲音 很可愛 怎樣想法? 恐怖的聲音 恐怖的聲音 好, 我先說你的可愛的卡通聲音 如果你做了老闆之後 你會得到肝病 因為他很努力去做事 你很厲害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責任的人 我不是玩IQ題嗎 對 很安靜 做了老闆之後 你會將公司的所有東西 都會一腳踢 好像當他是兒子那樣醜 一腳踢開他嗎 然後我再踢他回來 大大小小事無大小的東西 你都會一力承擔 甚麼都要做到最好 這樣就叫你小心點 不要那麼緊張 或太過勞累的話 就會肝病 嗯 叫做這茶對肝是挺好的嗎 挺好的 菊花好的 又桂圓 牛榜桂圓 菊花 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來的 大家有空來養肝 乾杯 乾杯 那如果是你的話 這樣就會得到你的避害妄想症 就叫你不要那麼神經質 我甚麼避害妄想症 我詳情我PM你 好 PM給大家 我覺得不會只有我這個選擇 大家如果想知道 你選擇的答案是甚麼的話 就留言給我們 然後我便會PM你了 我想知道你是演員還是配音 我是演員出身的 我的理解就是聲音藝術 其實是分拆 從表演藝術裡面分拆出來的 是其中一部分 因為你知道演員 好像這些優秀的演員 其實你們知道演員 其實是一個很全面的一部藝術 是… 聲音是其中一份 我是因為做演員的關係 就… 就愛上了或迷上了聲音藝術 因為我覺得聲音的表達很重要 因為我們做畫劇 畫劇… 那畫是甚麼? 是說話 嗯… 所以我就… 以前就比較著迷於聲音表達 就變成漸漸愛上了這一行 然後機緣巧合之下 有些導演看完我的演出 就抓了我去試配音 然後就進入了這一行 然後就開始肉霸不能 我又很想知道 究竟配音這件事 跟我們平時演戲 就是我舞台演戲 那她那個相類似的地方在哪裏 又或者她不同的地方又在哪裏呢 在她之前的話 不如你講小聲 因為你是跟她學配音的嘛 是嗎? 她不肯認我這兒徒弟 有些甚麼事 是你們會一喊 沒有這些事 我很榮幸 你來跟我切磋 我很榮幸 以你作為一個學習階段 是否同學和不同 有否收穫 我待會再問老師 我覺得私下說 我覺得我上課的時候 被老師的身體迷過 然後就分心了 那不如老師你講一下 答得很好 這個就是個分別 即是我還未進入去配音角度 這是觀眾的角度 有些不同或不同嗎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問得很尊嚴 果然跟過我劇情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坦白說很多人都會 我先講演戲 我看到的現象是 現在越來越多人會覺得 他會玩舞台劇 即是他會用一個玩字去形容 因為他會覺得這是一個比例 其實是很簡單 其實是很簡單 而且我都見不到一些更專業的東西 你又是人 我又是人 右手右腳五官端正 又不是弱智 那就可以做到戲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戲劇藝術表演藝術和聲音藝術 他有些東西不是眼睛可以見到 我經常說一個舞蹈 一個繪畫 一個音樂 這些門類的藝術 是眼睛可以見到的 譬如跳舞的例子 你可否把左腳咬到右頭頂 可以便可以 不可以便不可以 對 技術方面可以看到 對 眼睛可以看到 對 沒錯 那你說你演戲好嗎 嗯 有多好呢 我又沒有走音 我又沒有香音 我咬字又清晰 咬字又清晰 那你有甚麼厲害呢 為何你開咪 30秒便值這個價錢 為何我開咪 大家便拍攝烏鷹 因為表面上很難看到分別 其實我想說的是 配音的技術含量會更加高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演戲的時候 會有大量的聲音以外的幫助 你的表情 劇情 燈光化妝 所以聲音未必需要做那麼多事情 但配音就不同了 因為觀眾甚麼都看不到 我只聽到你的聲音 譬如旁白才算 紀錄片的旁白 哇 很枯燥 那些畫面沒有看過 黑白的 有甚麼看 是嗎 是 例如歷史的東西 例如地理的東西 國際環境的東西 還有資料性上的東西 在這個時候 你會更看到旁白的重要性 即是否能夠吸收觀眾 是 這個時候就 嘩 只有聲音 你甚麼都沒有 你沒有化妝、沒有道具 沒有假髮 是呀 是呀 甚麼都看不到 是呀 是呀 我們所說的 你的所有表現手段 全部都在聲音上 甚麼都沒有 這個時候 就真的要去研究那個層級 真的要研究 我的字 哪個字 怎樣發音 怎樣咬這個字 我要說半拍 或者說到哪個字 或者說到哪個字 我有個停頓 那個停頓是 氣口停一停 一口氣 還是真的要一個 thinking process 嘩 這個這麼微小的分別 都足以令觀眾 決定轉不轉台 所以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聲音的技術含量 精準度 是會比舞台上表演更加高 當你研究了聲音 即是靠嘴 你研究發聲 這件事 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 對你的表演 對你說台詞 表達台詞的意思 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也是我想問的問題 即是有時會被人說 你很voice acting 其實這件事 會不會變成這樣 如果當然是過度地 是很專業的問題 真的想問 差點招架不住 幸好我也有想過這些問題 對 你應該有想過 我不僅有想過 我還會被人說過 是說真的 我經常會在觀眾角度想 如果甚麼都是百分之一百 這麼真實的話 那我為何不在街上擔心 凳仔看街景看人 我要花幾百元買張票 進去劇院看 那些賣魚佬 賣菜姐 他們說話是很精彩 他們的演員比我們在台上更精彩 那種真實感 是的 那你是否能夠做到他那種真實 首先第一 第二 這種所謂的這種真實感 那價值有多大呢 放在台後 那我是否只看這種真實呢 我是否只看你相似便可以 那對不起 我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我自己的取緒不是這樣 我覺得 我希望 我在舞台上 或者在咪高峰前 我呈現出來的東西 是觀眾在真實生活中 不是能夠經常看到的東西 嗯 所謂稱之為文雅 就是藝術昇華之後的東西 嗯 不是原始的東西 是經過加工的東西 或者令他更加激烈了的東西 更激烈了的東西 對 那所以這個 我想過 嗯 你說我Voice Acting的話 不要緊 但重要的是我想問你 通過我的Voice Acting 你接收角色的Message 是不是多了 這個就是重點 嗯 我是不是Voice Acting 不重要的 那我只會更加 你本身可能是你反而是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 我說我會跟他員同台 在 çalış portfolio 喔 網路上